第四話...... 可不可以到這邊來 我們書店裡面分得很細 有日本的本格派、社會派 美國的印漢派 然後有英國的犯罪小說 有北歐的、有俄羅斯的 有比利時的、荷蘭的 這都平常比較少見 世界各地的小說 台灣都沒有出版的 把它當作是一個社會視野在做 我就推廣類型文學的這種想法 如果十年後 因為我們的存在 讓許多人被啟發了 那我覺得是對台灣的一個 很好的事情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 我們竟然活在一個這麼小的島上 為什麼不可以變成一個想像力的強國 對我們的書店來說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座右銘 以前拍那個歷史紀錄片 有時候會有壓力 但是做書店的壓力基本上也是快樂的 很奇怪 你不要看一個這樣的小的店 甚至客人也不多 那有時候有客人來 有些他是不懂的 你要去跟他講 你就好像是個文化大使一樣 不斷地去介紹 其實要花很多精力 心塵去打你 小慢一點 今天都把事情都搞得透懂了 你就會在書店開始做自己的創作 寫一個推理小說 而且我自立 希望自己的木字名寫的是推理小說 而不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你可以悶心自問自己的一生 到底概觀定位的時候 自己給自己的定位是嗎 我希望我是一個能夠寫 十本不錯的小說的人 有了 有感覺了嗎 有感覺嗎 木字名就這樣寫 這個人寫了十本不錯的小說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我的 我的人生價值我夠了 就是一個 寫小說的小說家 好 謝謝 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 甩一甩 甩一甩 如果大家會在說那間 嘴邊的小說的小說人 就這樣倒是有紀錄片 這個人 把我給你 明白了 這是最大的小說的小說 你們可以把我給你 超 program的時候 入社會 裕來 我買開 有什麼 大家可愛 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